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第15章创建3D立体效果的使用 那么在本章章节中主要使用到了3D菜单 以及3D面板和属性面板 那么通过Photoshop中的3D功能 我们可以轻松的创建出一些三维的对象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三维的饮料罐 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平面的图形快速的创建为三维对象 选中这个图层 然后执行这个3D的命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快速的将这个图层变为了一个立体化的对象 那么通过这个3D的功能 我们可以制作很多的立体效果 比如说将当前所选的这个图层 使它产生一个厚度或者是说立体感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这个3D的命令中 创建一些常见的几何形体 比如说锥形 立方体 圆形 圆柱形等等这一系列常见的形态 那么在这个Photoshop中不仅可以创建3D图形 还可以对3D的灯光 以及属性 以及这个材质的属性进行编辑 那么通过这些编辑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逼真 的这样一个3D模型 今天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这就是这个需要用来说比较逼真 然后再说比较逼真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一个是比较逼真 的对比较逼真